李宗仁回忆录 李宗仁口述 唐德纲撰写 第九章 护法归来 1.自我接任营长之后 战局入子停顿状态 吴佩福按兵不敬 我军亦为反攻 我迎遂驻于磊阳县的高庭斯训练 为此是我发现 本营处境十分困难 因我迎戏自林虎将军所部 暂时吊归马级指挥 由于系统不同 难免遭受歧视 纪人篱下 远树相省 真如大海中的孤舟 四顾茫茫 官兵都有黄祸之感 加以入乡以来未及一载 而已撤换团长一员 更换营长两员 自然影响军心 我升任营长之后 除第二连 原为我所统帅 不成问题之外 其余第一 三 四个连连长都因本营处境困难 前途渺茫 故承更动营长的机会 先后辞职回越 另谋高就 影响士气犹拒 再者 此时顾征焦着于湘南 我方陷于失利状态 而政治上 孙中山所领导的军政府和陆荣廷所领导的实力派又有水火不相容之事 处由政治见解的分歧 演变成两越地方主义的斗争 原来中山开辅广州时 所招募的军政府卫队 难免良有不齐 其中有数名官兵被都军莫容新部下指为土匪 而遭逮捕 军政府数次派员交移 也无结果 此数名官兵中被枪决 致使中山忍无可忍 乃于民国七年一月三日 清登军舰 指挥官兵 对观音山都军署开炮轰击 一时炮声隆隆 全程震惊 现而炮弹只掠过山头 并无死伤 山上炮台也未还击 一场风波 玄机平息 伺候 中山张贴布告 小玉军名 身赤莫容新秒施法计 故特炮击 已是薄成云云 中山先生 肃负革命热情 并善于辞令 每对群众演说 口若悬河 故有孙大炮之称 此次怒轰观音山 名时相符 全国一时传为去谈 至二月二十六日 接近中山的海军部长 成碧光 又被奸人刺杀于海珠码头 行事对中山输为不利 中山先生 乃毅然向非常国会 辞去大元帅职 富户从事三民主义的者数 其后 军政府大元帅制 随今改为七种材质 也不能消耳政客派系 与地方主义权力的斗争 更因此而招致前 退驻琼崖两广矿物 督办龙继光的异动 龙继光受段祺瑞的怂恿 城系进攻南路的高州 电白及两阳 其事甚为凶猛 林虎奉命帅锁步进角 敖战两月 不分胜负 后等里根元帅滇军增援 方将龙不击溃 退回穷州 然龙继光仍不能立足 乃帅残不二 三千人乘船逃往天津 此意勾结元氏 鼎鼎大名的己军 遂消灭于无形 执此讨龙战事紧张阶段 君许好凡 各单位想象时余不计 本营又远驻湖南 更难相顾 想象基欠有多 建议团长何文奇 成途有余 干练不足 遇事英雄 累积各种因素 影响本营军纪 致使管教困难 逝年秋冬之交 北风凛冽 寒气袭人 不独想象无着 急遇寒服装 亦渺无音信 士兵击寒交迫 怨言从生 每向各连长质问 一指空口安慰 无不实际 10月20日下午1点 全英士兵 事前肆意互通生气 各连自动集合 声言其父团部 要求团长发响 我和各连官长 呼闻警号 仓皇持父队伍中 竭力告诫阻止 但无效果 只得跟随士兵 祈祷团部 请和团长当面对士兵解释一番 其中有若干士兵 盛气向团长质问 来时汹汹 虽寂静俱众要挟 为困难却属实情 一情有可原 和团长听士兵报告完毕后 便多方解释 最后甚至诉苦说 就是把我身上的皮包下 天上也不会掉下银子的 情辞极为凄惨 于是我和各连官长 一面向士兵劝道 一面拉拉扯扯 好不容易才把激连士兵带回宿营地去 熟知本团闹响的消息 不禁而走 竟轰动了附近的驻军 俗语说得好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更有人难免化蛇添足 以鹅传鹅 甚至说和团长被打伤 消息不久传到广州 灵虎 马戟二人聚甚震怒 由以马氏为甚 因马戟之君 速称号令三言 游喜孤名调育 鼓立主言伴 以肃君记 灵氏虽秉性浑厚 胸襟豁达 但应对马氏情义慎堵 不便英雄不加追究 故即免派参谋长粮食 以具惩治办法 以便实施 当时 有主张就地缴械潜散的 也有主张撤换营 连长已警告的 议论纷纷 莫终一事 我们全英官兵闻号 大气恐慌 然意未敢申辨 只得听天由命 凄凉景况 难以尽数 信良参谋长办事精细公寓 他查出总司令部 却拖欠本营赏赢数月之多 而本营转战月香 战绩卓着 不无辉劳 此次虽有越轨之嫌 上述不无可原 且我们第二军自南路讨龙之后 聚众所想 以及其他不法情事 一时有所闻 均未纠办 如对本营矫枉过正 未免有失公道 乃虔诚意见 六位相局 以等于休战状态 应将本营调月 归还建制 以便就近考察实际情形 再定夺法办云云 于是 一场惊险风波 竟被平安度过 可说是万分的侥幸了 民国八年二月 本营奉令开拔回月 工兵无不喜出望外 营部纪各连笨重行力 盖由宜璋县城落船下驶 沿途山高水急 周行如飞 不到两天 以底驱江车站 转乘火车 而打广州的东堤 暂速赢于珠江水面的花坊中 各连的官兵仍寻民国六年北征时的道路 越过崎岖的崎田岭 走了七天光景 才到渠江 转乘火车 而与营部会合 当我们离去高亭司时 附近城仆可爱的乡民 以本营官兵生活十分辛苦 都能维持居民合作 居民杂储将近一年 绝无强卖强卖 或调戏妇女等情势 故纷纷购买鞭炮燃放 已经地主欢送之意 情况很为热烈 归月途中 进入香月交界的乐昌县时 陡见妇女完全天足 在山上和田野中工作 有的挑着担子 在路上横冲直撞 泪接面目离黑 汗流加倍 已是乡省妇女的白皙细嫩 举止斯文 真有骁嚷之别 皱看之下 颇不顺眼 可见 社会一切习俗 甚至眼帘的审美观念 也不觉 由习惯而成自然了 我们在花坊中住下 稍事休息 一面请领服装 一面请发欠想 比官兵购买鞋袜食物 全迎焕然一新 我于高庭司开拔前 屡次凯切浩介官兵 务守军纪 爱惜军狱 以破灭外间的流言蜚语 石东地岸上 高楼巨煞 酒馆林立 俯瞰珠江水面 花仿如云 都为军政险要 与富商巨股的应酬娱乐场所 美妾黄昏 灯光照耀 恍如白昼 声歌答弹 繁华为全省之冠 我们住在花坊中 距离这些热闹地区 不过数百码 早晚按时到郊外出操 队伍整齐 市民嘖嘖称赞 一入夜间 官兵即已在沉沉酣睡 鸭雀无声 并不为外界的声色所诱惑 据说 林虎曾树堵 在晚上到本营附近 微服暗访 他发现我营上下官兵号令贯彻 纪律森严 实为全军之冠 爱大为诧异赞叹 这才一起外间污蔑的耻辱 二 我们在天字码头附近的花坊上 住了五 六天 便奉令开拔 往新会县城住房 按照一般部队的习惯来说 住房新会是挣钱的难得机会 因新会县是桥乡附属之区 舟车浮凑 住房部队官长在当时政治污浊气氛中 违犯禁令 包烟包堵 习以为常 包庇奸商 偷官漏税 更是司空见惯 以前驻此的部队长官 乌一部腰缠万贯 满载而归 上风是否有意派我到此 以示酬拥 时未敢一断 我率队到后 当地身伤及以往时 惯例待我 派人来说相疏通 病而以重礼 我自私欺一受新时代教育的青年 岂可贪图分外金钱 自损人格 顾及言辞拒绝 他们见我不为所动 仍不肯罢休 一再托人来说 一切不要我负责 只要我遇事扬作不知 不认真执行法令 仍可不劳而获 暗中纷飞 但我仍不为所动 并声明公事公办 绝不丝毫通融 违法地当暗律惩罚不待 我这种魄力的作风 魄为当地 一般人所不解 因他们历来尚未见过任何驻扎此地的军官 由此傻尽 视黄金如粪土 宁开罪于地方的步伐身伤 而不愿寻取一件 但我驻房新会将近一年 除为少数猎身与士快埋怨外 一般人民即正当身伤 均对我称颂被制 一颇足 使我私中欣慰 当我到新会住房之时 广东政局已是动荡不定的状态 省长一席 尤为民争暗斗的焦点 结果省长李耀翰被逐 宅王宣布上台 因此 李队支持宅王上台的陆荣亭和莫容兴 怀恨在心 并想利用他在任省长期间扶植起来的势力 策划谋反 他收买土匪 运动民团 实行暴动 捣乱政局 以限私奋 在我驻房新会之后不久 郑李氏准备移交之时 徐吉仙伟齐死党何瑞山 属理新会县长 当时 李耀翰的死党 企图暴动得谣言四起 人心惶惶 何县长相及 约五十上下年纪 行武出身 曾随李耀翰任君职多年 老于世故 为人极端圆滑 是一位老官僚 取上任之初 即专程来访我 我一巡礼到县政府回拜 过了一个月光景 时在七月上旬 我呼接本军驻江门第一游击队 统领黄叶新密函 叫我即日赴江门 有要事相商 我猜夺 可能与政局有关 为本营系 直接受总司令部管辖 并不属皇室指挥 不过在系统上 同是护国第二军 他是少将统领阶级 我指一少校营长 有事当然受计指挥 集成新宁铁路火车前往江门 尽可皇室 他平退左右 把房门关好 然后说到 他昨晚才有省城赶回 政府获得确切密报 前省长李耀翰 陷入香港 派人四处收买土匪 策动各县地方团队 密谋局势 捣乱乐局 其重点系在杨江 杨春 新兴 罗定 云府与四夷等县份 上风决议先下守围墙 分头派兵 持赴各县镇压 以你乱缘 并查得星会和县长 是策动四夷的主要负责人 这我明天即将其逮捕 我问逮捕之后 如何处置 是否递接来统领部 他说 不必 不必 千万不要送来 我说 那么送到哪里去呢 黄说 就地崩掉吧 意思是 就地枪决 崩的一声 将他打死算了 我听了他的吩咐 心中恶然 自存未经审讯 竟如此处决 未免而戏 他见我伴赏不语 便郑重说道 这是上风当面交代的办法呢 我乃无言退出 当晚回到营部 立即召集四位连长秘密会议 决定部署进行 四日清晨约六十光景 用两连士兵 把县政府包围的水泄不通 我亲自率领其他两连 冲进县政府去 先把陷队队官兵制服 命令他们 不得擅自行动 并声明是奉命来捕和县长的 与县府职员 及官兵无赦 当时建议扫地的夫役 即强迫他 带路进入上房 与县长卧室门外 呼叫开门 一个女佣人不知何事 便把房门打开 抖见一群 官兵闯进来 吓得面如土色 此时 和县长和他的年轻的太太 尚在甜蜜沉睡中 丘连长乃一手把他抓起来说 我们营长有要事 请县长到营部去 和县长两眼转拢 半睡半醒地说 什么是如此急迫 可否稍缓 等到中午 我亲到营部 会见你们营长吗 但是此时耐有他说话的余地 各官兵叫他赶快穿上长衫和皮鞋 半推半拉地把他拖出房门之外 厮食和太太下的面无人色 跪在地上嚎啕痛哭 哀求误伤害他的丈夫 情况很为凄惨 人总是感情的动物 我与何县长曾有一面之缘 政治派系斗争 与我又无切服之痛 且不甚了解双方斗争的癥结所在 只知服从为军人的天职 我已预料到 这场面的惨绝人寰 内心实在感觉不安 但为 慎重达成任务起见 又不能不亲自出马 故自始至终 只是站在官兵群中 竭力避免与何氏见面 我们的营部 在东门外约一里地的陈侯科内 何氏认为到了营部 见我之后 总不会有多大问题的 所以 一路上上称镇定 再者 他即使负有密谋暴动的使命 然 并无举世的证据 所以他判断 或不至于死 谁知一出东门 距营部不远 路旁 有一运动场 官兵急推他进入此一空地 此时 他才知道不妙 乃大吼如雷 说 换我到营部 为何又要进入运动场 顿时挣扎 不愿前进 他个子高大 威武有力 又颇具武艺根底 在此生死关头 他企图死里逃生 乃像围绕着他的数十名官兵全足交加 恰似一头疯了的黄牛 秩序顿时混乱起来 换打叫杀 叫成一片 官兵 又怕误伤逃责 不敢向他设计 幸而我事先已料到 可能有此一幕 特精选一群善于搏斗的官兵 顾计此场合尚能应付欲如 纠缠不到一分钟 和事便被暗倒在地 崩的一声 结果了他的性命 此一句戏剧性的搏斗 和西班牙武士斗牛一般惊心动魄 使我终身难忘 每念中国内忧外患 杀伐平仁 成则为王 败则为寇 人权毫无保障 像和县长的不知多少 说来痛心 我玄疆办理此案的经过承报上风 出乎我的意料 尽得一道嘉奖的指令 文中有处置有方 草木不经的官样文章 并另有一殿令 在新县长未到任之前 只我暂在县长 但我并不引以为荣 凡有啼笑皆非之感 在住房新会期间 还有一件趣事 广东民风 有两性泄斗的旧席 因此 民间储备枪械甚多 匪风猖獗 此意为原因之一 其泄斗的原因 有为征山场或水利 也有为征阳宅 房屋或阴宅 坟地 而起的 每遇泄斗 则究极千数百人 对垒厮杀 如临大敌 非有大队官兵 实质谈压 不肯罢休 当我们在新会住房时 有古井乡理性父老 想和我拉上宗亲关系 免避遭别族欺凌 来托人说相 请我到该乡任宗亲 拜祠堂 申明于此产存款向下 有力是风包酬谢 少则三 五千元 多则可能余万 我应顾虑地方人士 误会 我有偏袒理性之嫌 乃一再谢全 三 我在新会住房九个月 又奉命开往赵罗阳 镇首师叔所在地的赵庆 赵庆古名端州 为西江下游的重镇 帝当月 贵交通的要冲 这时 我们的护国第二军总司令 兼赵罗阳镇首使临虎 即驻杰于此 临虎所部各式部队 也分驻在城郊一带 我的营部 便设在东门外李家祠堂 此一三进大厦 戏前省长李耀翰 发起建筑 完成不久 雕梁画洞 颇为堂皇复利 我军出道赵庆住下 总司令临虎 便着我们 前往查看赵庆一带行事 临世并开始在城外要爱 构筑钢筋水泥宫市 其假想敌系来自广州方面 因之掌门的宫市上 炮口都指向广州 当时我们都不明白其用意 广州是省会所在地 焉有敌人自那个方向 来进犯之理 不过 既是总司令的命令 我们一位便多问 我军除每日照例出操 和做精神讲话之外 长日无事 到颇绝清闲 一人 我在营部内 护温街上 有群众喧哗声音 极为热闹 我营士兵也多在旁那喊助兴 我为好奇 出界一看 才知是当地人民抢亲 赵庆习俗 结婚间有采取抢亲的方式 抢亲就是男家 聚众前往女家 抢夺新娘 女家 也集合亲友灵社 助击大堆碎石 以抵御来抢亲的队伍 而南方来抢的 军备斗笠等物作盾牌 以防御投来的碎石 当入侵队伍接近女家时 南方指挥便发令将斗笠预备好 一声呐喊冲向女家 女家防守部队 也呐喊抵御 并以锁住碎石 向南方投掷 带两军短兵相接时 砖头瓦砾 芬如雨下 冲锋呐喊笑闹之声 乱作一团 好不热闹 双方搏战良久 女方阵线组 被南方冲破 乃由南方所派 健壮妇女庶人 冲入小姐绣房 将新人架走 于是 双方遂由两军对垒 转为儿女联姻 化干戈为玉帛 各以酒肉享客 驱途喜心 焦头烂额 并为尚客 皆大欢喜 当抢亲正在热烈进行时 我们的士兵 也从旁那喊出信 带南方已抢得新人 双方战将与旁观群众 仍旧喜洋洋 大有与新郎同乐之代 其欢乐 热闹与华凯 较今日文明结婚 够味多了 这也是我所目击的 赵庆奇异风俗的一种 后来我曾有一机会 与曾于抗战时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于汉谋 谈及此事 于是便是赵庆人 他说 抢亲是赵庆的土俗 香盐成席 已不知有几千百年了 我们住在赵庆时 还曾发生一件计划机的事 那便是我们护国第二军第五旅第一团团长苏世安的住宅里忽然发生了闹鬼的怪剧 据他说 家中的用具 每每自动腾空飞起 瓦砾沙石 常常凌空而下 声势惊人 虽无人受伤 然何家被闹得鸡犬不宁 有人乃建议说 鬼怕印 苏世乃将他团不用的官印 带了许多 贴在门上 但是毫无效果 苏世又往镇守使公署 寄来了镇守使的大印 溢了石树痛 并在印册写了些镇压鬼怪的话 贴在各处门上 说也奇怪 鬼竟然被印吓住了 从此 苏府使再见太平 这也是住房赵庆时 一段有关迷信的小差距 至民国九年二 三月间 李奥汉终于在两阳 新兴各县收买土匪 运动民团 发动叛乱 抢劫烧杀 四径骚然 本营奉命协助友军 由南江口 金罗定向新兴进脚 新兴县是李奥汉的故乡 土地富饶 盛产烟草 境内群山环抱中 有两区平地 田土丰美 当地人呼之为内外天堂 李家便住在外天堂 李氏及其倾固 并以历年所及财富 在天堂里 建筑了不少壮丽的中西河壁的房屋 绿窗红瓦 数位天堂声色不少 此地因人民附属 所以民团的组织与装备 都不在正规军之下 当我率领本营行 抵立外妖堂武士里的大道上 摇剑前面官兵 纷纷溃退下来 民团漫山遍野 打着红白旗号 正在喊杀 追赶溃兵 我悬于乱军之中 发现一员青年军官 骑在马上 平平扬鞭 似欲阻止士兵的溃退 我立即传令本营 就原地散开 准备参加战斗 然后策马持向那位青年军官 拦住了他 询问匪情 战况 互通姓名之后 知道他是本军游击队帮统阳顶中部下的一员营长 名叫陈明书 陈济堂当时也在该帮统部下任上位副官 蔡廷凯在陈明书营里充当排长 沧海桑田 居光如始 熟能料到十年后 这几位竟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时风云人物 这一年的秋天 陈炯明在漳州逝师回阅 两广政权一手 陈明书部位即追随林虎退入广西 随为粤军第一师师长邓坑所收编 陈氏即升任第一师第四团团长 适时李己升为邓坑的参谋长 民国十四年冬 广东完成统一时 第一师扩充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由陈明书任第十一师师长 其后出师北伐 驰骋大江南北战绩卓战 这是后话 当时陈明书看到我 知道援军已至 喜出望外 他对我说 前线情况不好 溃了 溃了 他希望我立即指挥所部前进 向匪军冲击 以错其风 我说 我既然来了 一定负责把这一群暴民击散 以保地方安宁 顾及徽军反攻 反叛团队和土匪 九喜乌合之众 不堪一击 纷纷作鸟受散 我们乃跟踪追击三十余里 游记队统领黄叶星 帮同蒋旗 各率所部奋进河基 先后攻至外天堂的边缘 时已黄昏 不敢冒险进入 乃就地速营 一日浮晓 乃翻山越岭 涌入李耀汉的家乡 此一地区广阔十余里 有河道可行木船 经罗定 下驶南江口而入珠江 货物吐纳 输为便利 我们派兵向四处搜索 不读匪宗毫无 其村民一逃一空 牛 羊 猪 犬 鸡鸭 游荡在田野里 无人照顾 不注意军纪的有军官兵 认为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大载牲口 以艳层口腹之欲 古语说大军过 篱笆破 非身立其境 难以洞悉各种凄惨的景况 天堂为上 烟草堆积如山 由统领黄叶兴 分别以逆产充攻 本营一分配到一小部 约值千元的烟草 用以犒赏官兵 此次平乱 本营官兵无意伤亡 在天堂驻了五妖 即开拔回赵庆元房 善后事宜 由友军协助新兴县政府办理 此后不久 我军乃又卷入月桂战争